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角色学到什么东西 这个我确实回答不了你 面对记者接二连三的提问 王一博一律回答三不知 原生视频爆解给大家伙供上 呃 对不起 这到底是自己酷盖人设 还是自己的能力不达标 最离谱的是 明明什么也没回答出来 还被一众粉丝叫好 真的很担心他们的精神状态 随后央视网谈绝望的文盲 这个话题上了热搜 但这似乎不是王一博第一次闹这种笑话了 在2019年的时候 王一博就进行了一场直播 当初主持人请他写下 到此一游 四个字的时候 然而除了一 每个字写的时候 都要停顿一下 在写到的时候想了半天 才写上去 此 这个字不是他自己写的 游字还给写错了 随后 又有人扒出在2017年的签字时 他就不会写游 希望王一博自己可以私下去找别人 问一下呢 也许会有粉丝辩解称 现在的人都习惯体力忘字了 那么最常见的成语多少应该知道一二把 然而王一博这次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文化功底 还把张一星拉下了水 这段成语接龙真是精彩绝伦 会成语的和不会成语的全都沉没了 这时也许还会有人说 宝宝14岁就出国了 因为没学过所以不知道也正常 那么他出演了电影《无名》扮演了其中的叶先生 至少会对角色有些自己的理解吧 但王一博却另提袭净回复道 这个回答莫名其妙 答非所问 甚至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写错 实在是一笑大方 和他一样的内语 爱动人在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之下 还是一条条九露鱼 一个个初中毕业 小学毕业 高中毕业都算是高学历 他们十二三岁的年龄签约公司 出国当劣习生 回国后摇身一变 就成了资本手中一件件包装漂亮的商品 如今的内语 早就遍地 酒漏鱼了 当记者问赵露丝什么是演员时 他的回答和刘浩存有一拼 赵露丝花了几个月时间拍摄胡同 但却分不清故事发生的背景 到底是建党初期 还是解放初期 如果要论内语文盲哪加强 那么非刚刚上市的乐华娱乐莫属 初中文凭的爱豆应有尽有 高中毕业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 孟美琪是洛阳外国语学校 而且是初中文凭 既然她能出道 并且在娱乐圈 获得了一些地位的话 她可能真的 会有一些业务上出众的地方 但是在文化方面 真的还是蛮让人担忧的 在2021年孟美琪被人爆料 插足自己的感情 南方在订婚情况下 依然和孟美琪保持着暗命的关系 而这一爆料 就使得孟美琪紧接着有更多的黑料爆出来 因为在当初孟美琪出道的时候 无论是丽的人设 还是她自己本身展现出的素质都让网友们很不爽 于是网友们就逮到了这个机会 开始攻破孟美琪 在16岁时就开始在聚餐时同名捅入 甚至在12岁的时候拍摄大尺步照片 2019年晒出了自己 亲手创作的书 小编觉得 她这是想在不经意之间 透露出自己文化素养吧 但是越缺什么 就会越炫耀什么 但是搞笑的来了 她的这条微博就 被原作者艾特 表示她这是把两个作品的不同的话 拼接了一下变成了一张 于是就美名其乐自己的作品 于是孟美琪就赶紧出来澄清 自己就是单纯的临摹 并且也没有向原作者道歉的意思 但是网友们也都不傻 不会相信这套说辞 要是当初发那条书的时候 也没有明确的标注 估计就是想要这野书 来挽回一下自己的形象 没想到 英勾里翻了船 而在2020年时 网友们发现 她在手写媒体的问题的卡片时 写了 当有人问孟美琪想做什么发型时 相见一次短发 六个字就错了两个 并且孟美琪作为某个品牌的代言人 真适合三点水加一个放的王一博 如出一辙 给甲方打广告 纯真 打成了这个字 我知道真很难写 但提前做一下功课 都不行吗 而小编觉得在这方面 更加离谱的就是包贝尔的妻子 包文静了 今天刘大锤拍到 包贝尔和美女深夜从酒吧出来 美女不知道说了什么 包贝尔不理头也不回的走了 独留美女一人在街上 偷吃证据一目了然 网友们热评 包文静一个人他房的世界达到了 小编觉得包文静 就是一个妥妥恋爱脑 曾经在采访时说过 就算金城武来了 自己也会一无反顾的 支持自己的老公包贝尔 并且在采访中 会担心孙姨 会因为一部和包贝尔合作的剧 喜欢上自己的老公 对此小编真的是想说 你真的想太多了 没有人会抢你的老公用 你自己就守着你的老公好好过吧 在包文静 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时的表现 也是让人看得很无语 在一行人坐车出发 去下一站时 有人就问距离下一站还有多久 司机就回答 说还有七八十分钟 这是包文静就问的 七八十分钟是多久啊 这真不是我说 这个问题你要人家怎么回答你 在后来他又被主 池人蔡康勇问 二十三加四等于多少 他愣了一下 脱口而出说 自己连一加四是多少都不知道 让小编意料之中的是 他这句话一说 就直接让在场的嘉宾和主持人愣了 最后过了好长时 兼他才扳着手指头算出了二十七 最后在大厅 真是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小编真的是不理 姐他这样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歹还是电影学 愿得大学生 难道是顾毅力的这个人是吗 不得不说这个人是可真是不太成功呢 小编 觉得这样甚至都有一点蠢 败坏了自己的路人员 同样文盲的还有不少流量爱豆 黄明浩将健康的康写成了病字矿 真不知道这是祝福还是诅咒 写蔡普时也是错字连篇 除此之外 还有喜欢立知识分子人设的明星 比如老干部近东 动不动就是繁体字 一到节起就发文 结果全是错别字 当他在拍摄外科风云时 自曝为了演好外科医生 他杂起杂巴的看了很多专业的书 要是牵涉到数学知识 他就再去搜 由此看到了诺贝尔数学奖得主的文章 短短几十个字 学数学的不学数学的 学一的不学一的 哪怕是诺贝尔本人看了都得被沉默一震 其次就是学霸人设马佳琪 在考试之前 路透全是看书学习的视频 可在考试之后 就连粉丝都忙着摘除粉集 真想问一下 307分是认真的吗 小编还是认为 身为公众人物 还是要给大家 给观众 给喜欢自己的粉丝 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 而不能以蠢字为荣 尤其是一些偶像 因为喜欢他们的人 还有许多在校的学生 以他们自己目前这样的状态 真的可以给喜欢自己的人 做一个好的榜样吗 而娱乐圈的乱象 逐渐成为了观众茶余饭后的消遣 也逐渐带坏了社会上的风气 也确实需要来整顿一下 当然 学历并不等于学实 实际上 圈内多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演员 可他们却懂得自我提升 老艺术家赵立荣也是大字不识 但为了能练好 或真架实 硬是在患有关节炎的情况下 整整练习了一个月 王宝强也是出身农村 没怎么上过学 但他却能随身带着字典 不仅能理解剧本 还能理解人物本身 他懂得许三多是个心思重 较真又自卑的倔小子 也懂得树先生内心的悲凉 如此才能成为友弟 才能被写进北影教科书 所以这样的人 又有谁会去嘲讽他 学历低能 德云社的少帮主郭麒麟 也是初中毕业 因为当初德云社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所以就不去上学了 但是郭麒麟 可以在任何场合上都游刃有余 出口成章 他在综艺做家务的男人中 当他们一行人去学习书法 参观扇子时 郭麒麟就可以轻松地说出来 这些书法的专业知识和名词 说出扇子的公益 并且对书法也有一点了解 而且郭麒麟还特别谦虚 当他在2020年参加跑男阵的综艺时 去了开封博物馆参观 这可就到了郭麒麟的专业领域了 当郑凯看到《东京二字部》解释 蒋介员还没有开口 郭麒麟就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 而当众人讨论古代的时间算法时 郭麒麟也可以精确地古代的时间转化 为现代时间 同样都是初中毕业 郭麒麟却能在忙碌中充实自己 而不是像其他艺人一样 两个月一部综艺 三个月一部电影 能够静下心弥补不足 能够懂得礼仪谦卑 也许这才是明星该有的样子 而因狂飙唐小龙一角色 活起来的一名不太出名的演员林家川 也在这部剧结束时候发长文感谢 并且表示自己 在没戏的时候依然会 不忘学习 继续看书 就连在这封感谢信里 都能看出来 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强的文化素养 而且调理清楚 给人一种很真诚的感觉 往前看是历史的洪流 抬头看是宇宙深处 红不红都犹如历史与宇宙 有时只是一种偶然 因为对角色有理解 因为对生活有感悟 所以才能把唐小龙刻画的如此真实 也许这也是这个行业的现状 演技好得有能力的默默无闻 而就连原来被大家黑的张大大 在直播间也明确表示说 一个演员需要有文化 也呼吁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读万卷书 请万里路 还有一位新二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一开始的时候 小编还觉得 嗨不就是读错 一个字了吗 没必要没必要 但是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小编就不这样觉得了 总之觉得很离谱 在黄多多自己开了一个视频号 陪你多读书中 在3月6号发布的视频中 多次读错字 把防御读成防线 还有其他的事 贫离闯当念成ZHVNG当 何必念成何替 在3月7号晚上的时候 黄多多就在公众号里发表了一则道歉声明 并且会删掉错误的视频 避免更大的传播 虽然这件事看似是这样结束了 同时这件事也对大众对黄多多的 认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他原来一直在公众 面前设立的形象是学霸人设 面对这次的错误或者是他方 网友对黄磊开始了身疤 无读有偶 黄磊也曾经多次在公众面前读错字 并且在快乐大本营中 读在别康桥的时候 也十分的不走心 没有感情 并且也读错了字 而在向往的生活中 把郭造两个字读错了 而这样的错误在这 对妇女身上先后上演 小编觉得也在一定程 路上反映了演员文化程度的参差吧 有地位 但没文化 央视此举并不是搞学历歧视 而是希望这些明星 至少可以提高一下文化素养 不至于脑袋空空 连角色都理解不了 这样还怎么更好的引导粉丝 大字不识地却能靠粉丝成为顶流 真乃绝望的文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后 您还有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